大家好,我是乔娘 今天我们用亚麻子粉来做馒头吃 实在是太好吃了 亚麻子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保健的作用 我用了10克香叶 用电锅煮的水 这是250克 其实也就是香叶茶 甜甜的味道非常好 加了3克酵母 这就是亚麻子粉 亚麻子粉最好是现磨的 这是加了200克亚麻子粉 亚麻子粉本身带油性 所以很好搅拌 也不粘连 为了容易看 我用这个白色的盆来和面 现在我加了300克中筋面粉 大家记住这个比例 一共加起来刚好500克 做10克馒头 刚好用你五人份电锅的中笼来蒸 大家请记住这个配方 如果你要用10人份的电锅 就要一共是600克 盖上盖松弛 今天用这块新的面板 撒上一点干面粉 松弛10分钟 千万不要松弛时间太长 有朋友留言说 为什么要撒干面粉 就是防粘的意思 根据面团 有的时候不需要撒干面粉 在这里我又揉拖了10分钟 我今天用的是温水 煮好的香叶刚好是温温的 揉出来特别的光滑 揉从这样就好 切开给大家看 里面没有半个蜂窝组织 我们要求就是这样 如果你的面团里面有蜂窝组织 你就要注意了 那是已经开始发酵了 我们现在的气候是25度左右 所以不像夏天发的那么快 搓上长条 这个比例刚好是做10个馒头 你可以先用刀来画一下 画出大约的痕迹 切的时候 你就比较可以下刀 因为这个一刀下去 不可以回刀 这里注意哦 这两种加起来刚好是500克 就是我初学者开讲了那个影片中 五人份最小的中笼 刚好就是中这500克 你看切开刚刚好 里面没有蜂窝组织 要求就是这样 你中出来的馒头百分之百 绝对不会塌陷 这个时候 你可以用刀压一下 压上两刀 刀痕 中出来更漂亮 这也不是绝对的 是因为根据什么样的馒头 纯白面的馒头就不需要这样 盖上布 因为天体有点凉 我会盖双层的 夏天会一边做一边发起来 盖布现在是防风干 保暖 在面板上发了十分钟 让底部有个平面 你看有一点点发 但是没有完全发起来 装在中笼里继续发 这个时候我来讲讲面板 有朋友留言说 面板怎么样保养 这里注意 面板千万不能洗 像我每次用完 把面粉刮干净就好 因为我每天都在用 如果你没有常常在用 就把湿布拧干 在表面擦干净 千万不要上面有水 如果有水 风大 一干就开裂 这个面板就坏了 十分钟后就这样 完全干透了 面板就是这样保养就好 我放在中笼里 又发了二十分钟 你看 现在完全 画的痕迹就裂开了 这是一个记号 我今天之所以用这样 另一个检查发好的方法就是 反过来按一下 搓下去再也起不来了 这样就是发好了 如果这个痕迹发到没有了 你再用刀背面慢慢的按一下 这样这个馒头会特别漂亮 我今天为什么做这个花样 就是让大家看发起来的时候什么样 因为初学者我理解 刚开始大家都对这个掌握不住 现在就开始中 先开大火 冷水上锅 我以前说凉水 有些人不知道凉水是什么 感谢彭与伯天提醒说 这边人都说冷水 以后你就说冷水 凉水就是冷水 就是自来水 中容的保养 就是趁热 把上面的油污擦一下 这样就好 一共中了二十分钟 我关火了 关火后十分钟 开小缝 让冷空气进去 让馒头慢慢的适用外面的冷空气 这样馒头会更漂亮 开小缝要十分钟以后 才能全部打开 就是让里面的热气 全部散发出来 十分钟了 里面还是热气通通 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以前都没有在上面划一刀痕 我这次是为了初学者 让大家看明白 发起来是什么样子 就是一个记号 你看 这样装出来非常的蓬 你怎么按都回弹 有朋友留言说 他的馒头无论如何都不回弹 按下去就是个死疙瘩 我有回复说 你买的面粉不好 筋性不好 要买好面粉 你看我这个面粉 我加了两百克亚麻子粉 还是弹性很好 四克一个 这个馒头真是太香了 因为用了香叶泡的水 亚麻子粉又很香 亚麻子粉本身带油 蒸出来的馒头 非常的光亮漂亮 真的太好吃 太好吃了 我强烈建议大家 一定要做给你的家人吃 太健康 太养生 太简单了 我手把手教你 你一定会做得漂亮 成功 最后来看 情人眼里出西施 真的 两万 你光看他吃 你不会饿死啊 十万光你自己吃清香啊 好了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好